大家好我是一把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明天星期三天气形态 跟今天是相当类似的 持续烧冷气突然 以及环境偏干的影响 各地都是晴到多云 不过气温感受起来 还是相当有点含义的 那么提醒大家 星期四到星期六 转变成高压回流的天气形态了 华年云气也会逐渐的增加 让山区是转变成 有降雨的天气形态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卫星云图 从昨天下午到晚上 开始一波蜂蜜雨漆通过台湾 使得很多地方都有下起不小的雨势 那么随着蜂蜜雨漆通过之后 在今天早上起来 就是波云见日 而且有阳光露脸的天气了 那么在今天就只有东面部地区 零星局部地区 有一些短暂降雨发生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相当稳定 有阳光露脸的天气了 白天高温也回升不少 不过低温在清晨和夜间的时候 仍然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是还蛮凉冷的 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六 随着大陆冷高压出海之后 专变成偏东风到东南风的 大气环境影响 再加上华南一带 还是有一些云层和水气 持续东移过来影响台湾 让台湾的云量变得比较多 甚至局部地区也会开始下起雨来 好 所以明天看起来 天气形态跟今天还蛮类似的 其实可以看到 都没有什么降雨讯号的发展 就是银封面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 那么星期四天气形态 虽然云量变得比较多 不过降雨也可以看到 依旧是以银封面地区为主的 这个其他地方 依旧还是可以看到了些微的阳光 最主要就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云量会明显的增加 有一些地方转变成阴霾的天气形态 甚至在山区也会有相对 比较明显的降雨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星期五星期六 有安排到山区活动的话 就得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也要记得期待雨具 所以气温方面 北部地区可以看到 这个明天星期三来说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 这个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 就是在星期三了 白天高温虽然说有一点点降幅 不过低温更是要特别留意 持续都是这样子13度左右的气温 甚至可以说是在明天的时候 是低温感受最强烈的一天了 甚至在这个近山区以及郊区 都会有比13度来得更低温的 这个气温数字哦 其他天呢白天高温都已经回升到 23度左右了低温维持在 14到15度而中部地区则是呢 这个气温变化没有这么的明显 持续白天高温都有23 24度 低温则是以16 17度为主 但是呢在明天依旧是要特别注意哦 这个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让低温是蛮明显的哦 南部地区则是24到25度的白天高温 18度到20度的低温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 看起来也跟台北是差不多的哦 这个同样的都是白天高温 19 21度低温15 16度左右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注意两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哦 甚至呢都有这个阳光露脸的 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就可以利用 这样的时间哦 这样的天气呢 洗晒衣服洗晒被褥 那么特别提醒大家哦 空气品质方面尤其是在下风处的南部地区 比较容易亮起橘色提醒灯号 敏感族群的观众朋友们呢 外出的时候就可以适时的戴上口罩 来做好自我的呼吸道房屋措施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